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芒果TV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廖昌勇 为什么会来参加《谁让人心》呢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一层湖南卫视为音乐剧 歌剧的演员打造的一个 这样一个表演的舞台 所以我对这个倒是蛮感兴趣的 因为其实在国内 目前像这样的一个节目的制作 其实蛮少的 你觉得深入原型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那天我们在节目录制过程当中 你知道我旁边上文杰 就说哇 你们现在歌剧员都是 都是这样的吗 这么帅 这么调 完之后一演唱 哇 声音这么好听 这么棒 他声音乐触忘记 又开始撒花了是吗 其实这个我觉得从一个侧面来讲 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看见社会 对于我们的歌剧演员和音剧演员 其实并不是非常了解的 所以我相信大家看了这个节目之后 大家一定会对歌剧和音乐剧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这个节目最大的一个看点 怎么样的成员会更吸引你 朝气 就是身上这种青春的朝气 这种还有就是现在中国年轻人身上这种自信的这个 美声和流行音乐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美声和通俗不同 我觉得可能主要是从演唱方式上来讲 歌唱演员其实在表达情感的时候 他的表达方式还是蛮多的 忧伤的时候高兴的时候狂喜的时候 这个失恋的时候 悲愤的时候 其实表达的情绪都是不一样的 像意大利人就是很地中海市的 阳光沙滩 然后人开朗爽朗 所以他出来了 一看就感觉好像是 这个 这种太阳热情扑面而来的 这种感觉 像法国人 穿着很讲究啊 生活很讲究啊 所以他们不高声说话呀 所以他们说话的时候 所以他的音乐出来都是很含蓄的 是跟意大利的这种 他跟这种完全是不一样的 德奥的呢 他非常哲学家的 很很 他的综艺出来都是很严谨的 他永远都在思考 我的人生是怎么样的 像东北的二人传的那种 然后现在我们就看 刘老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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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一个 啥样人呀 就是这种 他的二人传的这种 逗笑啊 逗乐啊 就是每个地方 他的语言不太一样 他的生活 经历不一样 所以他出来的音乐风格 他就是不一样的 像大家安利一下 深入人心吧 啊 哪里是什么也是 传销吗 传销吗 哈哈 可以见一下 就是 看见大家都快看见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 我们的深入人心 谢谢大家